好 各位粉丝们 首先非常感谢江西老铁鸡小黑鲜2二修不开机啊 我们会看到啊 它这个 被上下拆过 它自己 因为屏幕已经拆掉下来了 然后它自己用这个 这个胶纸把它贴起来 我们把它拆了啊 接下来我们检查一下啊 这里人机写着啊 不开机修过修不好啊 别人修不好的 然后我们把它拆了 拿下来看一下 检测一下什么电流啊 看看上架修什么样子啊 好 我们把那个 撕掉以后啊 我们 轻轻的就可以把屏幕拿下来了啊 这边还粘住 我们拿屏幕的时候一定要慢 因为这个屏幕很贵啊 这个是黑纱 屏幕都很贵啊 而且黑纱屏幕是没有组装的 好 打开以后啊 我们 整体看一下 整体看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先把这个 这个拿掉 我拆了差不多 我们先把屏幕给它拿掉啊 它屏幕取下来 摆在一边 屏幕很重要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被上架拆 坏掉啊 只有等主板修开机了才知道 我们把所有的配件装在一起 然后 洗一下所有的 螺丝啊 螺丝很多啊 但我发现 这边上架已漏上了几颗啊 好 这个散热 片拿掉以后啊 我们 哎呀 手机看着就恶心了 知道 已经修的乱七八糟的了啊 这个 哎 能不能搞定了 能不能搞定了 我们把再把真 全部拿下来看一下吧 我还买了后盖啊 还买了电池啊 希望 不要 不不争气啊 争气 不要被上架把cpu搞坏了 我就白买了 我这后后盖 他要换后盖 他换电池 后盖电池就白买了 不希望有这样的后果 为什么上架都知道这是cpu的问题 他也动过cpu 没修好就在 就不知道他的 手工不行还是 cpu被他修死了 我把所有的这个 拿掉啊 避免 你看避免是修理 糟糕了 连连那个罩子都不不给他放上去啊 还有这个电感啊 看到没有电感都弄掉几个 我就不知道他哎呀这手机有可能是 废了 只能尽力抢救 哎呀电流都不想看了我要不知道什么电流啊 看一下吧 我们看一下电流 现在是打表啊 转路 打表转路啊 我就知道他抠 电感的 啊目的 就是因为他短路 但是这些电感刚好是通往cpu下面的 啊 这这电感全是通cpu的 给cpu供电的降压电的 啊希望这cpu别别的搞费的 这个就是不修 修手机不专业的啊 如果实在搞不好只能换版了 换版就是把好几百 甚至一千多看配配置 就录到这里吧 感谢观看啊 这个能不能希望下个视频见 如果让我看清楚这次 看一眼 晚朵 看到了吗 我留下了 这一天 这就是 了 下一天 谢谢大家